台北市副市长黄山山主持 柯文哲执政六周年发表记者会 说明市府在疫情发生之际 所实施的各项防疫措施 包括率全国之先创立防疫旅馆 迄今已公告101家 6800多家客房 自去年2月起也就陆续推出 延税、减租、减价、休息、补贴 降税、延租、停租及劳工纾困等 九大短期纾困措施 抢救企业力挺市民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国际观光客进不来 对台北市的观光夜市的来客量 也大有冲击 市府也推动纳管摊贩 美化市集环境 改变传统市场样貌 争取更多商机 这一路走来 台北市的防疫工作 非常非常的繁杂 因为台北市毕竟是一个 国际型的路亏 我们有很多的市民 从国外回来 所以我们的居家解益量能 跟居家解益的工作 甚至我们承担了很多 外县市的居民 居住在台北市居家解益的防疫旅馆 所以我们的量 应该是全国之首 依照目前的状况 我们到今年为止 现在有九千多位居家解益的人 在台北市 所以我们的民政系统 包括民政局 还有我们的防疫旅馆 都非常的劳累 这也是我们在今天 要特别感谢 所有协助台北市防疫的 不管是民间的业者 还有台北市的公共同仁 真的 山山要代表市长在这边 向所有的防疫的第一线人员 致上最高的协议 谢谢你们 记者会上 黄山山也当场宣布 台北加码推动 无现金支付活动 从二十五号开始 到二月二十五号 在台北市指定的十一个市集 使用悠悠富交易 最多可享有两百元的回馈 借由感应式信用卡 电子票证或行动支付 取代使用现金 也可以降低感染风险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